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像921大地震一样跳电呢 结果绿营马上有人跳出来说 都是因为我们的绿电快速拉升 网友就质疑了 绿电一块太阳能板 能发多少电就是这么多电 难道突然天空出现两颗太阳吗 不然怎么能够让绿电突然一下攀升呢 我们都要一起来讨论 为了接下来宾第一位是前立委郑立文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谢涵冰 主持人好 大家好 立法委员王宏威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资深媒体人郑诗成 远姨大家好 好 来看到规模7.2的花莲强症 真的是重创花莲 不但是有许多的房屋毁损 而且甚至到现在 还有人在被受困抢救当中 所以蓝绿大咖纷纷宣布 他们要捐出薪水来振灾 也包括了企业界 还有很多艺人都慷慨解囊 希望能够帮助花莲灾民 赶快重新回归到正常的生活 但没有想到竟然开始有人带 这种奇怪的网路风向了吗 清律的插画家就跳出来说了 2018年的花莲大地震 民众捐了善款 可是傅昆奇却拿去给他的装脚了 请大家捐款给县府之前要三思 所谓的拿具给装脚 其实就是说拿这笔钱去纾困 但不管怎么说 现在开始带了一片风向 说不要捐钱给花莲 为什么 因为是清中的县市 你看到就有人说了 亲爱的日本朋友 这次震央严重的是花莲 是非常清中的地区 是致台中国人选上市长 议员立委还删减预算 请不要捐钱给他们 还有人说 我不会这样子说就不要捐钱了 可是其实职局捐钱给花莲 跟捐给中国没有什么两样 因为最后都不会到灾民的手中 所以请你一定要捐给卫福部才行 所以捐给中央 或是捐给绿营执政的县市 真的就会比较好吗 来看到2014的高雄细报 这一笔善款 请问市府是怎么花的呢 买了装置艺术 然后换购了这个叫做薪资管理系统 还有把这个值班台的座椅给换掉了 最后甚至跑到泰国去办的市场推广行销 请问这个到底跟高雄气暴有什么关系呢 好2016年台南也发生大地震 结果呢老旧校舍的修补 拿了这笔钱来使用 然后呢还补助了823水患的灾民 又请问这到底跟台南大地震有什么关系呢 好啦说捐给中央比较好 我们看2021的太鲁阁事件发生的时候呢 陈欧波马上跳出来说这笔钱要拿去干嘛 要盖事故的纪念碑啊 最后是因为民意的反弹 因此才没盖成 所以呢这个捐给中央就一定会花在 所谓的地震灾民的身上吗 好啦我们来看到是让现在啊 网路上奇奇怪怪的风向真的很多 反正就是要这个抗中啦 所以呢这个清明节呢 韩国瑜立法院长他就发文告诉大家说 其实啊这个清明扫墓记组 在我国呢是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 千年前夕呢 台湾地区发生了严重的这个地震的灾情啊 各位好朋友们请务必注意安全 祈愿天佑台湾 这样讲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有哦有人看了就是很不满 马上就有人跳出来炮轰说 你没有顾及我们的国家主权自损国格 我看不出来哪里自损国格 看起来好像是应该有人认为说 我国没有千年的历史啦 好啦所以呢立委吴宗宪就跳出来帮忙说话 他说你看啊 我国有千年的历史啊 在中华民国宪法精神上 这样的说法是绝无问题啊 另外台湾地区也是符合 我们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当中的 一个法律用语到底又有什么问题呢 所以绿营的立委啊 如果认为啊有附和大陆的疑虑的话 那你过去怎么有机会修法之后不修法呢 所以啊请民党多读点书啊 否则这样的说法呢 是不是算是毁线乱阵了呢 好 那么现在呢 还有人跳出来说地震过后啊 这个环状线不是说这个轨道有错位吗 王毅川就跳出来炮轰啊 他说侯友宜市长 这是你们新北环状线的轨道吗 如果是的话 你还继续让列车行驶啊 真是勇啊 结果新北市政府捷运局 马上跳出来澄清告诉大家说 这个受损的路段 本来就还没有开始启用啊 根本没有列车行驶请不要以而传而啊 好 另外王毅川也说 朱立伦啊 主席说呢 蓝营的县市首长都已经一级开设 而且在作证指挥当中呢 这样的说法也是在打脸出访到新加坡去的卢秀燕吗 好 这样的说法让国民党发言人也赶快跳出来炮轰他 说发生地震灾情的时候啊 全台都在全力的救援当中来为花莲祈福 结果怎么看到民进党就是有人 就是想要像小丑一样不断跳出来喷政治口水呢 好 其实政府到底有没有善用所谓的捐款的善款 老百姓自有公平嘛 但是现在这个时刻 竟然有人已经开始跳出来阻止大家捐款 而理由是怪花莲人太轻忠 那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怎么不赶快把你们捐出去的这个一日薪水 还是一个月薪水通通都收回来呢 也有人质疑说 难道是因为萧美琴在花莲屡战屡败 有心的人想要借这个机会 来帮他教训一下花莲人了吗 立文怎么看 我觉得这个人 常常会因为政治的意识形态 然后呢 对某些族群的歧视 或者是仇视 然后就开始失去了人性 然后把他所歧视跟仇视的对象 也不当人了 譬如说纳粹德国 为什么可以对犹太人 还有他们所歧视的很多的 譬如说吉普赛人等等的 做出这种种族灭绝 惨绝人寰的事情 而在当下 即便你认为说 他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德国人 他为什么会做出这种 非人道非人性的动作 就是因为我刚刚说的 你把非我族类样板化 然后不把他当人看 为什么日本人打中国的时候 南京大屠杀 会这样子丧心病狂的屠杀 妇女幼儿 也是同样的心理作祟 所以我们常常不能够理解 在这样一个战争的时刻 为什么人会失去了最基本的人性 比禽兽还要残暴 那在这一次的花莲的灾情 在遇到大地震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全世界 这个时刻是没有国界 没有种族 大家都会基于一个基本的人性 来关心台湾的灾情 这才是一个自然人性的流露 但没有想到 同样在台湾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却因为政治立场的不同 政治厉害的不同 甚至于讲出这种没有人性的话 然后不把自己的台湾人当人 那花莲人其实还有很多 是支持民进党的 所以这些支持民进党的人 因为整个花莲输掉了 所以即便在花莲 也有支持民进党的人 他也不管他的死活了 甚至于在这里面 最糟糕的是 还叫外国人 日本人 不要捐给花莲 因为是花莲是亲中的 换句话说 在当人类面对这种 天灾的灾难的时候 大家伸出援手 难道还要问一下 你是不是亲美吗 难道还要问一下 你是不是亲中吗 还要问一下 你是不是支持民进党的吗 那这不叫做丧心病狂 泯灭人性 什么才叫丧心病狂 泯灭人性呢 然后这些侧异 如果每一次发生这种事情 都变成是一个自然的反射动作 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都用意识形态 政治立场 来决定自己的行为 跟怎么思考这件事情 那他就已经变成了 是一个政治的机器了 他的人性已经不见了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这是怎么变成这样的呢 那这些侧异跟网军 赖清德到底要不要处理呢 还是说他只是要铲除 蔡英文的网军跟侧异 但是他要培植自己 新潮流的侧异跟网军呢 这些已经变成台湾 不只是民主的毒瘤了 而且老共都还没有来插手呢 都还没有来打台湾呢 我们自己就已经分了 花莲这一块是亲中的 我们不要管他死活 这一块是绿的 所以地震警报要让他们知道 要让他们逃生 这一块大部分都是支持蓝的 以后他们有什么基础建设 有灾难的时候就不要理他 是变成这样吗 我们要变成这样吗 其实我们已经变成这样了 在COVID-19的时候 在新冠疫情的时候 你就可以看到中央政府 就依蓝绿来分配相关的 防灾防疫的资源 一个小小的台湾 我们自己人就打自己人 自己人就恨自己人了 我们还需要敌人吗 我们还需要敌人吗 那这些人为什么不问问自己呢 当你自己的亲人 或当你自己 生陷困难的时候 你难道希望 唯一可以帮助你的人 会因为你的政治立场 而不帮你吗 当你溺水的时候 站在你身边这个人 如果跟你政治立场不一样 或者他是中国人 你宁愿死 你也不要让他救吗 那你还 你的人性到哪里去了呢 我们台湾怎么会 走到这样子的一个 非常不正常的 一个发展的路上 所以在这个时刻 还有人还没有 还在失联当中 许多的抢救工作 也并没有地震已经两天了 就因此终止 台湾一向就是 爱心绝对是世界跑第一的国家 结果在我们自己的土地上 发生这种问题的时候 居然有人是这样在看待 当年国民党要下台的时候 发生了台南大地震 国民党已经确定选输了 大家都还记得 当时的中央政府 有分说 我是中央 我是蓝的 你是绿的地方 所以我就不帮你吗 不是全心全意 在那个时刻 你只想把人救出来 你只想让灾民早一点重建家园 怎么还会有人在想着说 他不是支持民进党的 他不是支持台独的呢 觉得太悲哀了 我记得那时候赖清德 还非常感谢中央的隔魁张善正 好 所以现在这个时刻 大家都希望能够尽一己之力 能够协助花莲灾区重新站起来 但这个时候竟然还有人 在网络上带这种奇怪的风向 说捐钱给地方会被挪用 要捐一定要捐给中央 好 当然民众愿意出钱出力 都是爱台湾的一份心意 也不是说非得要把钱交给哪个单位不可 但是我们回想过去 台湾已经发生过这么多次的灾难 其实也常常爆出说 民众的善款是被滥用的 像是高雄戏报的善款 可是高达有45亿元 结果却爆出说 有些被拿去做这个叫做 薪资公文管理系统 然后赖清德任内台南的强政 事后有地方明代发现说 这赈灾的善款怎么拿去补助了 这个823的水灾呢 更不用说 2021台铁发生 泰鲁阁号的翻覆事件 当时卫福部也开设了捐款的账户 其实那时候就也有人质疑说 这明明是人祸 你怎么好意思收捐款呢 而事后又爆出说 绿营的立委提议说 这笔钱应该先拿来盖一个纪念碑 挨轰之后才喊咖 所以我们就想问了 这时候一堆侧翼网军急着跳出来 要替民众的善心说 我要指导你哪里可以捐财政去 这真的是有在关心 这是纯粹的在关心 我们的灾民吗 兵哥 老实讲我们一般正常人 看到发生灾难的时候 大家为什么想捐钱 因为想要帮助这些灾民 希望他们赶快回复正常的生活 这是大家的善心 可是一些不正常的人 特别这些人 好像大部分都支持民进党 他们常常怎样 看到这些灾难发生的时候 就开始眼睛一亮 为什么对他们来讲 赚钱的机会来 他们的想法是这样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是我们觉得 最奇怪的地方 像现在在花莲 他们为了主持捐款到花莲 已经开始用什么招了 在外面到处散布谣言说 花莲已经收到好几亿的捐款了 那今天徐政卫赶快公布 说到目前为止 捐款实际上只有200万出头 然后叫大家不要去背这些谣言 去这些左右 那我们也觉得很奇怪 这个政府不是最痛恨谣言的吗 过去只要任何 跟政府机关相关的谣言 他们都大力出来 澄清大动作开记者会 而且说要扬言提告 还派检警抓人 不是吗 那这个在灾难的时刻 去发布完全不实的消息 希望阻止大家捐款 这种人是不是应该要立刻查办抓起来 请问一下 你看到中央有任何动作吗 你看到检掉司法 有任何人说我要主动侦办吗 完全没有 为什么 因为这就是他们想要的 他们就是想要阻断花莲的捐款 他们从来没有在乎过灾民的死活了 老实讲当年高雄气爆的时候 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 他们把钱到处去做一些有的没的 什么装置艺术 甚至连他们的那个文书用具 全部都有这个气爆的捐款里头出 莫名其妙到极点 那是你高雄市政府自己应该出了钱 结果全部从捐款里头拿 他出国稿查也是从捐款里头拿钱 稿查跟气爆完全无关的事情 莫名其妙乱用一通啊 然后还欺骗灾民 去帮灾民待会求偿 结果我讲他来告我 陈菊就跑来告我 结果法院认证他是个骗子 就这样的而已啊 就这么简单啊 那民进党就是专门在搞这一套 那些在讲说 附坤其的钱都拿去绑装 去给装脚的人 我觉得很OK啊 如果你真的认为他是这样 赶快去告附坤其 把他告到死 因为这显然违法 如果知道你做到他显然违法 挪用善款是多恶劣的一种行为 那如果附坤其真的做了这么恶劣的行为 你为什么不去告他 那你为什么只是在脸书上讲一讲 奇怪你到底发生什么事 还是你心虚 还是你明明知道你讲的不是事实 你只是想故意这样子 去用影射的方式去影射别人 那现在 这些人开始讲说 你捐给这个地方政府都会被挪用 老实讲啊 挪用最厉害的就是民进党 只要民进党执政的县市政府 没有一个不挪用 而且都乱用一通 老实讲太鲁阁那个事情 还要去建纪念碑 建什么纪念碑啊 今天完全是政府自己的无能造成这样的一个悲剧 这是应该要国赔的 要国赔的东西 就算要建纪念碑也应该在国家去建 怎么会是用善款去建 简直莫名其妙到极点 老实说那个东西都不应该捐善款 那是国家整体要去负责的东西 我们台湾很多有爱心的人 可是你们知道吗 你们每一次捐钱给民进党 就被民进党用来争议 每一次都是这样 你们捐了钱都被 他们为什么喜欢建什么装置艺术啊 纪念碑啊 因为这样就可以外包给他们的绿油有侧益 就让他们的人去赚钱 他们赚了钱之后 然后呢爱台湾都是他们在爱 你们这些捐钱都是傻瓜都是盘子 他拿着别人的捐款去指责 其他的民众说他不够爱台湾 今天还有一个 人到我的脸书留言说 其他的政党都不爱台湾 民进党是最爱台湾的 我直接告诉他 你显然被我发现了 你是另外一个维度平均世界来人 因为在我们这个世界 从来没有出现过这件事情 所以请大家帮我抓住这个人 抓住他的人一定会得诺贝尔奖 拜托大家努力 403大地震 其实现在过了两天的时间 其实还天天都还有大的余震发生了 更不要说现在其实还是有人 在受困山区等待救援的 可是有些政治人物 好像已经迫不及待 想要借由天灾来得到政治红利吗 王毅川最近就po出了 这个新北捷运 一个断轨的一个照片之一说 你看地震过后 环状线都已经断轨了 你侯友宜怎么还要让捷运 没有复原就复始呢 结果新北捷运局跳出来反批他 这个路段其实本来呢 就是还在一个复原的阶段 并没有列车行驶啊 请有心人士不要来制造恐慌 去年马英九访路去搭高铁的时候 王毅川也说大陆的高铁没靠背啊 现在我们光是看照片 轨道是被震到Y7 Y7扭巴 而且甚至是还断轨 这国小学员都看得出来 根本不可能发车嘛 结果呢 王毅川却拿来暗指说 侯友宜开放赴使草菅人命 这到底是民进党怎么一回事 怎么会有这样的这个 这种的政治人物呢 他是那个被外星人操控了他的思想吗 还是说绿营就是想要用天灾 来攻击他的政敌呢 宏伟怎么看 王毅川在去年马英九去 回到中国大陆去记住的时候 他讲说坐这个高铁没有靠背 结果呢 就是闹了一个非常大的笑话 事实上当时就有很多人说 这个王毅川真的是完全的是在造谣 随便的就是撒这种漫天大谎 那王毅川他在这个民进党的这些民嘴里面 就是因为他敢讲 然后乱讲也无所谓 所以大家就想说他是那种政治基同 反正他还用这样子非常高兴 然后在一些直播里面 继续的这样的娱乐大家 不过我觉得在这一次的这个政灾里面 其实很多第一线的这些救灾人员 或者是来救灾或者是减灾 其实大家到现在还忙得不可开交 可是问题是 就是有这种喷政治口水的人 他不遗余力在那边继续的造谣 那么有关于就是在这个环状线里面的中和捷运段 其实有很多的网路上不管照片影片都有拍出来 就是说他确实出现了一味的问题 那这也造成了就新北市的高度的重视 那这个部分事实上已经开始在做复原中 但是像王一川竟然还说 像这样的状况呢 新北还竟然就侯友怡竟然还让他继续的通车 所以这种你还你真的好勇哦 你好敢哦 这代表说你很草菅人民 但是问题是他没有在通车啊 那现在他确实在检修中复原中 那王一川你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还是愿意继续的去造谣 所以现在民进党的政治人物 或民进党的侧翼 然后他们永远呢 就是我们常常在讲说 有所谓的救灾政治学 那有些政治人物 他要怎么样的在表现他 怎么样是情欲去救灾啊 有的是怎么把那个 就是你淹水你也踩在水里面啊 或者呢上山下海的去勘灾 可是有一种呢是救灾的政治口水 他们不停地乱喷 事实上就是带风向 他觉得他只要有一个 可以成功地带到风向的话 他就觉得他赚到啦 所以这就是我们从刚才一路 是去提到的 包含要不要捐善款给花莲 他们也可以去照谣说当时呢 这个傅宽奇他在 这个用善款的时候呢 去给他的装脚 事实上当时这个花莲 是有去补助一些大理石业者 那大家都知道其实这些产业 大理石业者在花莲 本来就是一个重要的产业 那他们本来也就是在正在下 他会受到灾害的 所以这一次包含大理石业者啦 或者是包含这个观光产业 因为当时也要去补助一些观光产业 那很多人就很生气说 我们去捐款 是希望能够直接到灾民身上 你怎么可以补助这些产业呢 可是我想请问一下 补助产业 跟你高雄气爆去做公共装置艺术 而且还没有提很多 还出国去考察你知道吗 还花钱让他们去出国考察 你想想看 做一些产业的补助 如果它有问题的话 中央现在早就饶不过负困旗了 它会饶过负困旗吗 它会饶过徐真卫吗 所以你现在用这样的方式来带风向 第一个就是刚才大家所讲的政治的操作 而且这种政治操作 其实是已经违背人性 在这样的一个百年大政的状况之下 还有很多人受困在灾区 还有第一线的人员 他们冒着自己的生命的安全 在那边全面性救灾的时候 这个时候说实在 我们都会觉得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 非常非常的有限 那么很多人也是觉得说 我捐一些善款到那边 能够尽一点心力 可是还有人这样子 继续地去造谣声势 而这些造谣声势的人 并不只是一些民进党的侧翼而已 还包含像王玉川的这种政治人物 你知道王玉川 我们几乎都会估计 他在520之后 他很可能补上不分区立委 大家知道吗 因为现在520之后 有一些可能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 他们入阁 一旦只要有 再有一个民进党的男性不分区立委 他入阁之后 王玉川就补上了 那大家就知道 民进党的立委里面 国会里面就有一个这样子的 在震灾的时候 还在喷甚至口水 还在造谣的人 然后他会堂堂地进入国会 我不晓得他会不会继续造谣 但是干据他过去的经验 我相信他的作风是一致的 这也代表台湾的一个政治的悲哀 地震证出了政治的波澜 结果远在立法院的韩国瑜 也变成了受灾户 韩国瑜在脸书上发文 他说清明祭祖在我国有千年的历史 但是此时 台湾地区却发生了严重的震灾 呼吁大家一定要注意安全 但没有想到这样一个po文 只因为清明在我国有千年的历史 以及台湾地区这两句话 既然就引起了这个挑起了绿营的敏感神经 就一对人痛批韩国瑜自损国格 不顾国家的主权 其实清明在华人文化圈 确实已经存在了有千年的历史 而根据中华民国的宪法 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韩国瑜讲到台湾地区也没有讲错 那如果民进党觉得韩国瑜说这样的话 是有问题的话 过去绿营曾经全面执政的 所以连执水扁他A了国务基要非案 都可以被直接修法除罪化 那为什么民进党完全执政之下 不改国号不改国民也不修宪呢 难道台湾遇到921以来最强的地震 民进党看到的重点就只有这些而已吗 士诚哥 首先我们必须先谈一下花莲 我跟韩冰东非常了解花莲 你知道吗 当年吉安乡的乡长叫田志勋 他已经过世了 他选上了两届的吉安乡长 后来还选上了花莲市长 你知道吗 然后这一次的这个选立委的张美慧是 刚好是这个田志勋的遗孙 是他的老婆 这一次他跟傅昆琦的票只差一万多票而已 他拿了五万多票 跟这个萧美琴的这个得票比率是一样的 谁说花莲人都不投民进党 我觉得就是趁机会在那边假造一些谣言 让大家不投 不捐款给花莲 再来这一次要打韩国瑜 为什么 我旁边就有国民党优秀立委 这个红委 这一次你们国民党的这个过半 然后民进党在这个整个立法院的表现 没有啊 最近的表现就是 哎呀怎么不让我们没有点名不到 应该按照过去啊 让我们这个等一下再来啊 或怎么样 然后不然就是说韩国瑜怎么样 然后就是变书面咨询 完全没有表现 这一次得到机会了 韩国瑜讲这个台湾地区 讲这个中国五千年来怎么样 哎呦 开玩笑 所以包括干事长吴思尧 包括他们的发言人卓冠婷 都出来讲 哎呀这个不好啊 这个有损国格啊干嘛的 请问我们一地震以后 我们就从中华民国变成台湾国吗 要讲台湾国发生地震吗 那请问一下韩国瑜哪里来的错 可是我跟你讲 因为这些1450 这些人在整个新的国会出现之后 没有表现 韩国瑜越打声望越高啊 趁这个机会开玩笑 一定要把你拉下来 所以就是刚刚这个洪伟讲 那种救灾政治学 包括那种整个的国会的表现 趁这个机会就把韩国瑜 韩国瑜再给拉黑 莫名其妙 真的莫名其妙 花莲这次走了不少人 我们现在全国都在哀悼 都在救灾的时候 就有这些绿营人士 就要趁机会 刚好掀起一波 我们待会会讲电力的事情等等 我认为这些人完全都没有 今天有人从九七通被救出来 然后到了救出来之后 看到一叫妈妈 大家抱在一起 哭了个稀里哗啦的 我们就有那种感觉 大家感同身受 可是这些绿营人士 有些人感同身受 不是受这个 就是我们终于有机会 要叮国民党了 我跟你讲 这种心态 非常非常的糟糕 非常的要不得 欢迎回到树美英大头家 这一次402大地震 在全台各地都传出不少的灾情 但不少人也蛮疑惑的 这一次地震好像蛮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921的时候 全台大跳电 但这次竟然没跳电 绿营反应也很快 洪生汉立刻趁机跳出来大内宣啦 他说你看 这就是能源转型的成果 因为光电部件增加很多 所以光电可以快速拉升 可以cover因为地震而跳机的发电 那么现在呢 五间尖锋能够用到光电完全顶上 然后呢 让这个抽搐的水力 可以被释放到其他的时段来应用 停滤的网友也跳出来赞瞎 说你看台电的绿能啦 除电系统及时发挥了作用啊 撑起了电力的空缺啊 在国家级的灾难时刻 民众才终于了解 民进党到底在做什么呀 好 真的是因为如此吗 我们来看到中央大学的梁启元教授 他最了解台湾的电力状况 他说啊 其实大家都不知道 921的镇央是在南头啊 这一次是在花莲的沃海 差很多啊 所以当时在921的时候 中疗的超高压电的一个变电所呢 他的这个开闭所是受到了严重的损害 输电塔也倒塌 所以呢 光是修复这些设施啊 就花了将近12天啊 好 而很关心呢 我们的能源政策和电力的一个小日科医师 王建峰医师也说呢 反合人士啊 完全不知道除能啊 所以才知道啊 这个才会现在就嗨成这样 以为光电有多神勇啊 好 目前呢 电池的除能其实只有5.58万千瓦 所以很显然一定靠的就是抽续的水力啊 台北市议员侯瀚廷他也说啦 其实核电占6% 光电占4%啊 所以403地震全台湾有八部机组跳脱 核电厂全都是正常的来运作啊 怎么不说还好有核电cover 怎么就知道是光电cover的呢 那如果说万一地震发生在半夜 你请问光电要从何而来呢 好 绿营造谣说 地震的时候核电厂会垮掉 请问哪里有垮呢 发生震灾的时候 洪生汉还想尽办法再为民进党擦肢磨粉啊 好啦 事实上其实刚刚呢 梁教授讲到了一个关键了 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啊 是直接就把我们的中疗超高压 变电所给震毁了 当时啊 我们的这个全台湾的 这个超高压输电线的网路呢 有622座的高压电塔 还有17座的这个变电所 都在地震当中毁损 整个输电线路毁损的非常严重 正因为这样惨痛的教训 其实呢 后来我们的政府都非常重视 这个所谓的电网的韧性 在2002年的时候的扁政府 就已经增加了第三超高压的输电线路 到2007年的时候呢 台电和台大合作 也建置了全台电厂的启动系统 来因应全黑事故 也就是完全没有电力 整个黑掉的时候呢 还有电力可以来重新启动系统 在2009年的时候呢 还增设了高雄中央调度中心 也变成了全球手套电力 是有双主控的调度中心 可见我们多么重视 像这样地震的时候 我们能够让电网具有韧性啊 好 那么事实上 这次讲到了抽续的水利 那当然就是谈到了 这个大观名谈的抽续水利发电咯 事实上这个电厂呢 这个水利电厂 其实是1934年就已经盖了 到了1985年和1995年都有扩建 那请问关于这个水利发电厂 蔡政府又做了什么呢 所以呢我们都知道 其实呢一个光电板 一颗太阳能够发出来的电力 是固定的就这么多 那这个洪生汉说 这次的绿电快速的拉升 请问要什么快速拉升啊 难道是一发生地震 台湾上空出现了两颗太阳吗 如果我们的绿电已经多到 都可以cover掉这个跳电的机组 那过去蔡政府执政了八年 可是发生过有四次全台大停电 全都是因为有发电机组 突然一下突然就全部大跳电了 那按照洪生汉的逻辑 当时绿电怎么没有快速的拉升 来补足我们的电力呢 一两台机组跳电 怎么就出了问题 陷入了一片黑暗呢 立文怎么看 我觉得民进党为了这个政治 而胡说八道 昧着良心 违背专业 已经变成一个很普遍的现象 譬如说台大法律师毕业 在学校教书的老师 会因为他的政治立场 这个前民进党落选的 潜力为候选人 居然可以说 被告有说谎的权利 这种胡说八道的话 他都可以明显地违背他的专业 他都可以讲得出口 那地震为什么会导致跳电 很简单 不是因为缺电吗 当然就是因为电塔变电锁 因为地震的关系遭到重大的损坏倒塌 所以就才会缺电吗 那这跟 所以才会跳电才会停电吗 这跟你电力不足 无法发出虚电量所需要的电力 这是完全两码子式 所以跟你是什么绿电 还是不是绿电一点关系都没有啊 所以洪生汉的意思是说 有跳电了 电塔都倒光了 很多电都输不出来 最后是光电cover的吗 那你不是睁眼说瞎话 讲这种违反常识 公然说谎 违背专业良心的话 所以我们台湾的政治人物 国会议员每天都在说谎 哪里没有说谎的权利 现在就是要不可以 再让他们一天到晚 在国会殿堂里头 昧着良心说谎 不只是国会议员 包括所有的专业的人士 官员都一样嘛 那当时921大地震 震央是在西海岸 真正最严重的灾情 大家都知道在中部 在西部 在人口最密集的地方 921大地震 地震是几度 这一次的地震是几度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来相比 然后完全违反事实 就赶快这时候搬出来 要帮这个光电缩项呢 光电本身是无辜的 光电今天之所以倒霉 之所以蒙上黑金的立场 就是因为倒了八辈子 没被你民进党用上了 它本来是无辜的 本来就是个好好的 很好的绿电 没有人反对光电 是因为民进党错误的政策 压苗助长 在不该盖光电的地方 乱盖一通破坏生态 引进黑金政治 然后光电又因为台湾 地形各方面的限制 没有办法足够的 来补足台湾所需要的电力 才会造成这么多的问题 这跟地震有什么关系 然后赶快这个时候 把已经好像 被打入18层地狱的光电 让它能够咸鱼翻身吗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是 太可悲 太无耻了 然后也把所有的台湾人 都当作没有脑袋吗 都这样子的无知 这么的好骗吗 今天台湾整个的电力 需要好好的 重新的检讨翻新 他们真正应该要解释的 是告诉那些 长年以来被他们恐吓 被他们惊吓的人 那为什么发生这样一个地震呢 我们的核能核电厂 通通没有问题 不是安全的很吗 日本都还发了海啸警报呢 大家不都还看到了外海 还有苏澳外海 有海水倒退的迹象吗 那我们的核电厂 不是屹立不摇吗 有发生任何一丝的 任何的灾情吗 完全没有啊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这样的一个宝贝 我们最干净最便宜的电不用 然后偏要去花大钱 破坏生态 去用更多更多的天然气 然后没有办法 在最短的时间之内 把最高污染的煤炭发电 全部通通都淘汰掉呢 太多的问题民进党没有回答 然后还要趁着老百姓焦头烂额 现在很多人天人永隔 还有很多人冒着生命危险 在救灾的时候 现在还要赶快地 去补足他政治上面的这一些红字 我觉得真的是太悲哀了 这个洪生汉 这哪里只是那个刚刚洪威讲的 王毅川不应该进立法院 洪生汉继续当不分区立委 我都觉得民进党的人 不是眼睛都瞎了 好 其实从403地震发生之后 民党政府不断地告诉大家说 就是因为能源转型有沉 所以这次没有像921一样大跳电 甚至还说只有在发生天灾的时候 大家才知道民进党都在做什么 好 但是学者就打脸了 因为921的规模 其实比这一次403的规模来得大 深度也比较更浅 然后正央就在我们的本岛中心 导致电网当时受损非常的严重 跟这次地震 其实整个的损坏的程度 是没有办法比的 其实从扁政府以来 为了避免再出现921震后 全台停电的惨况 是不断地建构 包括了有电厂启动支援系统 有双核心的电力调度中心等等 还增建了超高压的输电系统 讲白了 今天台湾到现在 完全在地震当中有电可用 除了一部分是天佑台湾之外 很大一部分也是靠着前人的耕耘 反观这一次蔡政府执政8年来 我们好像只有看到 绿油有的绿电公司 一家接着一家开 然后不断地说 核电机组不可以研溢等等 到底对于强化我们的用电稳定 做了什么样的贡献吗 兵哥 所以发生天灾的时候 大家就看出来民营党在做什么 在做秀啊 你怀疑 不然他在做什么 对啊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 因为我真的觉得是要 无知或是 或是科学知识低能到什么地步 才会认为说 在风电啊 绿能啊 会突然之间 在其他电能没有办法的时候 突然扛起重任 你是 我真的不知道是怎样 太阳会听你的话 还是怎么样 我不晓得 太阳会突然之间 蛤 台湾没电了 赶快我要全力发电 是这样吗 我跟你讲 太阳如果真的突然之间 能量增强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吗 整个地球都会烧掉 就这么简单而已 所以真的不要胡说八道好不好 而且说真的 今天为什么没有断电 是因为 我们的主要电网没有受损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 那刚刚主持人也告诉你 为什么主要电网没有受损 因为 地震 最强的地震 没有波及到那边嘛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嘛 这好有一笔 就是两个人 两个人都被车撞了 然后就一个人在那边 全身瘫痪不能动 另外一个手包起来 他说我们同样都被车撞 奇怪了 我为什么只包手 你为什么要躺在那边 另外那个人跟他讲 因为我被撞到头 就这么简单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啊 今天 921大地震是发生在台湾正中心 那中疗那个超哥大便店 整个被震垮 因为当初我去采访我有看到 你知道我在中疗病院所那边 你知道那边很可怕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傍晚的时候到那边 整个镇上一片都是丝臭味 一堆人被压在下面 死了几千人 对啊 就是这样子啊 那个灾情多惨重 你只要去过灾区你就知道 那一次的灾情远远不是这次可以比的 那个差远了啦 但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如果今天不是发生在花莲外海 如果今天又发生在台湾中央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对我们台湾经过了25年 我们又补强很多东西 我们弄了双核心 很多东西的机构绝对比以前强 我们的很多建筑物 也比以前真强很多了 可是我老实告诉大家 今天这个地震的规模 比上次921弱一点点 但是如果它真的是发生 又是浅层地震又发生在台湾正中央 我跟你保证死伤绝对是这次的100倍以上 我跟你保证绝对是这样 为什么 电网一定断啊 我跟你讲没有 不可能不断的啦 因为人类我们人类的 人造的东西承受度就是有限 你怎么可能抵得住这么强烈的震动呢 昨天 前天那天4月3号那天 台北不过是五弱 大家自己想想看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感觉很无助 跑也不是不跑也不是 因为整个 你会觉得整个大地都在晃啊 你也不知道该怎么跑 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 我们人类面对大自然是很渺小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必须对大自然 我们要谦卑的问题 所以台湾的地质本来就是火山 就这种板块挤压地形 所以我们很多地方的建设 都要去考虑到 这个建设在万一出现地震的时候 我们到底承受得住承受不住 这是我们必须不断的去检测 我今天看到最恶心的就是什么 有一些外媒在称赞台湾 说台湾做得不错 你看如果发生在其他国家 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他们讲的是不是事实 是 但是这有什么值得骄傲 我们台湾为什么会这样 是因为我们台湾就是一个 多台风多地震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想活下去 就必须针对这种东西去补强 除非你不想活了 就这么简单 那美国为什么承受不住 废话因为人家没有台风地震啊 他干嘛去做这件事情 我好有一笔就是很简单 如果今天不是来个地震 今天就是在台北市好了 突然之间下了一场大雪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事 我跟你保证一定一场大混乱 停电停水乱七八糟什么都来 车祸一大堆 一定死伤一大堆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不会应付这种东西啊 就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而已 所以那个并不是台湾的优势啊 我们是不得已要去做这件事啊 我们跟日本 两个都就生在这种地方 你要在这个地方活下去 就要面对 结果呢 民进党把这些东西拿来做大内宣 说你看全世界都羡慕台湾啊 谁羡慕一个多台风多地震的地方啊 你脑袋有洞啊 所以我真的觉得 不要在那边自欺欺人 自吹自擂 这是我们选择的家园 我们必须要去面对这个生活 我们能做的 就是尽我们的人事 尽量去把它补强 尽量防止灾害 但剩下的还是要靠老天爷 欢迎回到树民大头家 地震当中最害怕通讯中断 因为就失联了 昨天树发部特别就开出 全台唯一的这么一台 应变网路行动车 到花莲帮忙救灾啦 次长李怀仁特别强调 这是台湾第一辆 可以连结非同步轨道卫星 来转为地面的网路哦 网友就发现了 这个概念其实是和 马斯克的星链好像差不多 但是网友立刻去找出了 俄乌战场上被广泛使用的 这个星链天线 结果发现竟然只有一个板子的大小 这么小一点点 但是我们的这个网路行动车 要这么大一台 网友就也很好奇说 万一如果是道路中断的情况之下 像这样的这么大一台行动车 该如何挺进灾区来支援呢 当然政府有做事情 应该要好好的鼓励 可是因为我们是花了200多亿元 来成立数发部 这么多的预算 结果我们也只有这么一台 叫做应变网路行动车 这对于天灾频传的台湾来说 一辆车真的够用吗 宏文 我们还是应该帮那个数发部拍拍手 因为他们自从这个发展出 点面线平台之后 第二个隆重登场 就应变网路行动车 至少他们除了这个点面线平台之外 他们还有其他的产品 不过很多的网友认为像这样的一个行动车 它事实上跟像中华电信 还有我们很多的电信公司的行动通讯车非常像 比如说现在像今天开始 这个大家都知道 那赞兰宫的就是大甲妈的巡视已经开始了 那每一次不管是之前的白沙屯或大甲妈的这个绕境 其实都会有电信公司 因为人很多 他们都会开很多的这个行动通讯车下去 所以这个其实 说实在你说有什么了不起的高科技 看起来也没有 那当然他说我跟这些行动通讯车不一样 那个只是行动基地台 那我是直接连网路 好 那连卫星 那如果你直接连卫星 那大家就会把他跟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拿出来做一个比较 你可以从那个照片上就可以看到 那个是乌克兰非常有名的 就是马斯克的星链计划 它提供在战地的时候 它的通讯中断的时候的 但是星链的这个卫星呢 继续提供你在战地的时候的通讯 那现在事实上这个天线接收器 已经发展出 它不到三公斤 它大概是50公分乘以30公分 你就可以看到 它就是基本上 它要越轻巧越好 然后重量也很轻 那么在战地的时候呢 它易于攜带 那同样的我们在救灾的时候 你看这一次很多的东部救灾 为什么那么辛苦 因为道路全部中断 那比如说在苏花公路 你会发现隧道一出来 整个的路面全部都没有了 那你今天如何是开车去救援呢 这一次的救援里面 很多的一种是最基本的 就是直接用人力 人力将慢慢慢慢走进去 另外呢 就是利用一些直升机 来去做救援 那么事实上车子的部分 因为道路中断的部分 你想想看救灾 或者是在战时 它都有不方便的地方 所以这个我基本上 我还是给它一定的肯定 就是说好不容易 它还是做了第二个事情 但是跟距离我们现在 大家一般所认为的 像星链计划 真的是十万八千里 因为第一个 它的月租费 像星链计划 事实上它现在服务世界很多国家 它的月租费大概九九美金 也尽量地把它压低 那另外它非常轻巧 所以书发部现在所发展的 现在如果从它的量体来看 是远远的落后星链计划 请帮我们按个赞 强证当下全台有八部的 这个发电机组跳电停摆 供电量骤减8% 幸好日月潭两座抽续水利电厂 及时加入电力的调度 才惊险避过了大停电 那东部现在因为地震受创 不少电厂也必须要停机修复 未来用电缺口会更大 其实这一次我们的核电厂 在地震当中都非常稳定的供电 过去民进党在推非核政策的时候 老是说强政一来 核电厂就会被摧毁 就现在好像证明了 是不是核电 才是在天灾当中最稳定的电源呢 为何这一点 民进党却是绝口都不提呢 施晨哥怎么看 你知道台湾的电力 世界各国电力 它是个能源辩论 台湾变成一个政治的话题 民进党就是一路反核到底 日本福岛核灾停用所有的核电 后来他们的入超上照 他们恢复核电 台湾民进党没办法 他们是他的神主牌 反核是他们的神主牌 他们说核是在断层上面 对不起 核是最近到三角断层 距离35公里 其他在海岸边的那些小断层 都是几百年前造山运动 那是不动的断层 你知道吗 民进党对于核电政策就是 先射箭再画把 这下子好了吧 这么大的地震 我们的核能电厂都没事 你以为它会恢复吗 不会啊 它只会涨电价 电价涨是涨我们 不是涨他们 然后继续警报它这个 这个所谓的反核的神主牌 你知道台湾现在 不只是这个电的问题 还有涨电价的问题 而且核能过去或许 有一段时间 大家认为说核能 最终它的储存 它的核燃料棒 低阶核废料不好处理 现在因为地球暖化的关系 核能已经变成大家 鼓励用的类似绿色能源 然后台湾没有啊 台湾继续 刚刚韩冰和讲的就是 我们继续大量燃烧煤气 我们那个台中火力发电厂 是全世界最大的火力发电厂 大量的制造二氧化碳 可是我跟你讲 没有用 因为就涉及到 民党的神主牌 就继续烧继续烧 不烧台湾电力不够了 那烧了就让台湾的肺来发电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著名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也睡得很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 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 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 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基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够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好 美味 綠 Rob 尹 普尹 雷 解 高